微信号立报南岛本一背叛南岛乡亲超过一家字了 在医疗品质和教科学部丁方便是不断来求进步 最近就落胜来生理核子医学科以及高压养党心 今天再去亚来基盘到本一生理六十四周年的庆祝寡党 以及这些新科技的开用点列 微信号立报南岛本一 背叛南岛乡亲超过一家的时间 今天也在北基盘建议六十四周年的庆祝活动 请接踩 南岛乡亲为了提供白人更加方便精准的医疗技术 今年是在北心里核子医学科以及高压养党心 为所有患者出来更加完成的医疗毫无 这医学医疗设备机器科技新的医学科技它都不断的购买进来 同时今天也成立一个核子医学科还有高氧气这个医疗设施 那么对整个我们病患来讲是一大福音 我们一直希望说因为公家医院毕竟要增加一些新的医疗设备 比较不是像私人的医院那么的方便跟那么的快速 所以在这边区块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院长的努力 跟我们的同仁的辛苦 核子医学扫描工资 是一种上东精准的工资医器 可以提供骨骼扫描 以及金流发炎工资丁丁 对甘金环架也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这行高压氧气治疗舱 是能让北人的抗水将所好起来的改善治疗 这是南投县 我们南投县唯一也是第一个能够设置的设备 我们希望藉由高压氧跟核子医学能够增加我们癌症病的诊断 和有一些所谓的异氧化氧中毒跟困难伤口的医治 我想藉由这些新进医疾的引进 我相信也能让我们的南投县民不用长途奔波到都会去 我们希望让南投县民能够再治疗 核食医学科事实上是非常重要 它是利用一个比较微量的同位素 去做一个身体的检查 尤其癌症的发现 那这个高压氧中心 那它可以让这个尤其像医氧化氧中毒的病人 这糖尿病病足一些慢性伤口的一些恢复 不止南投的病人 也等到你通过品感 希望人生为苦有病人 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让南投官民 在医疗五十九位时 不必走到外观期 就当接受最优积的医疗照顾好无 其实就算差不多 在医疗中心里的时候